2018年9月14號 土耳其慈濟註冊立案 土耳其政府發布政府公報 慈濟基金會貨轉註冊立案 成為當地合可的NTO組織 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 正在因緣 促成2000年1月 慈濟土耳其聯絡點成立 會所設置在負責人活光中自宅 可能要45人份 之後關懷觸角延伸到敘利亞難民 2015年慈濟志工協助敘利亞籍教授 竹馬於蘇丹嘉濟市 成立馬納海中小學 2016年初市府協尋場地 讓土耳其慈濟可以直接服務難民 新會所由慈濟成租 12樓作為議診中心 地下室作為會所 經常為難民辦理各式活動 一開始我們就是難民需要溫飽 對不對 那我們就給它毛毯 給它泥滅 然後慢慢發展就是說是給它卡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是從300戶開始 到500戶到1000戶 到今天我們已經有做到每個月照顧6000戶以上 2017年8月慈濟慈善職業基金會 向土耳其 納林艾薩公司乘租大樓 作為馬納海學校校舍正式開學 2018年9月的今天 慈濟以獲准註冊立案是慈濟在土耳其發展的里程碑 實際是NGO團體裡面長期在關注難民議題的 不管是在土耳其或者在約旦 實際都是一個最大民間的一個貢獻的力量 2008年9月14號 辛勒克颱風震災 辛勒克颱風為台灣各地帶來嚴重豪雨災情 位於台中縣連接後里和豐原間的後豐大橋 北上橋面斷裂崩塌 造成轎車墜息 數人失蹤 職工冒風雨前往關懷 也動員在後里露處烹煮熱食 送給救難人員 另外在宜蘭 北區及中區重災區 職工供應熱食 提供生活物資 雙台 怕都喝到內面 喝到內面 喝到這樣 有夠輕鬆 累計到21號救助行動 生活包1227份 熱食供應4182份 及難未問金53份 打掃21戶 職工動員3334人次 部分居民只收下上人未問信 懷懈物資 純樸天性 共渡難關 2075年9月14號 此季碧魯勘災 碧魯南部8月中旬 發生瑞士規模8強烈地震 死亡人數超過500人 美國加根廷此地製工 結合當地台商組成勘災團 前進伊卡和卡納特勘災評估 大多數秘魯民眾住的地方 結構簡單又不扎實 根本記不起規模8地震的侵襲 之後10月 此季碧魯震災團 一行40人進行大型發放 大型發放 包括玉環用的床墊 毛毯和防禦布等名聲用品 共計發放2238份物資 但是我相信 我們要走到前面 非常高興 非常感謝台灣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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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